聊聊 搶盐和A股 我妈没有搶盐啊 我妈买了盐 因为家里没有了 买了一袋 在日本还没有开始排放 我妈自诩为 是比较跟普通老太太 不一样的那种老太太 自诩比同龄人强一万倍 其实我觉得 搶盐虽然感觉有点 食肚皮的 有点智商税 但是现在不是流行一个段子吧 你们这些买A股的 有什么立场嘲笑人家抢盐的 人家就算 把抢来的盐全部 就扔了 全浪费了 又能亏多少呢 重在参与嘛 抢盐这个事情又没涨价 三块钱一袋盐 再抢50公斤 能亏多少 有多大损失 我觉得盐主要是一种安全感和 参与感 这种参与度和 安全感是 千金难买的 不是说 单纯的盐的问题 在于一个安全感 安全感要多少钱才能买的 有些人要一个房子 要一个车子 现在只需要一袋盐就可以了 这么一想还是挺正的 如果你买了A股又抢员的 那你真的很爱 投资 就是在这一波里 能够预判到 那个太平洋股票 太平洋保险 还是太平洋什么股票 这只股票会暴跌 以及盐业会暴涨的人 是真正的中国经济专家 很想就是拜他为师 想交钱让他交我炒股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懂中国经济的人 这个就叫专业 预判太多了 懂了中国也就懂了中国经济 我跟你说 我有些朋友 经常翻墙来看我直播和视频 我说你看看我干嘛 他说看看你要说了什么 我说傻姨子 他说你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我赶紧给你切割 先提醒你 然后再和你切割 他怕死 我说那你看下来有什么感觉 他说发现你水平很高啊 很丝滑 很丝滑 smooth 没什么可担心的 就觉得成功的水平还是 非常的high level 完美风 ung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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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